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阿多仔再度在台股当提款机 卖了782亿 此时应该很多人非常的着急 当然很多的粉丝在盘中有陆续的瞧 因为他们问我说 昨天的大跌之后 今天这个行情似乎没有转还的余地 还持续的在盘中大家都有看到 第一个我们的指数开始就上下滑落 第二就是我们的汇率的问题 今天的台币继续的贬值 那么对于台股在下一步 到底万七会不会守 还是有机会去攻万八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看 每一个股票它的演变 尤其在台股加权指数当中 我们当然要抓几个权重股来看 那么权重股当中 各位要先留意的就是台积电 今天反而比较特殊就是台积电并没有中错 其他股票好像都比台积电还要紧张 所以在这个当下各位要注意 你手上是否有当时去追的什么航运股 或者什么钢铁 塑胶 因为这个跟他们说的ECFA可能有一些关联 所以在这边大家就稍微留意一下 你们手上持股后续的变化 当然这个时候去想这个阿多仔 他是因为他害怕的情绪 或者是紧张的情绪 在台股当了提款机 但是他卖了这么多金额很简单 他卖完钱很多 时间对的时候他一定会再来买台股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跟他们一样 全部乱逃 有的股票需要把它做换现金的动作 但是该霸占的股票你一定要霸占 所以今天开场带两个字 饭票 饭票顾好 饭票真的要顾好 今天有一个族群倒是比较强 我先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在盘中有PO给Telegram的粉丝 第一个就是不管天气很热 或是天气转凉 对于这个散热的族群 今天有比较强 就是大家在预估行情都不好 可是他反而更强 再来像这个兄弟党的这个双红 尤其双红的部分 这几天我一再的讲 他以形态学来看 他只要补量很容易就把它冲出去了 今天真的是增量2.6倍 所以我每次用形态学来跟你们解的时候 你们应该好好的吸收 难得可以看我这种可以解这么精辟的 有好好卡位的 今天应该看它要爆充的力道 当然今天到尾盘 它的涨幅没这么多 但是重点是大脚有归对在这个族群上面 当然今天还有人问我 像这个股票我昨天才在介绍 我说韦佳有三档股票 目前我拥有两档 有一档我卖掉我还没有买回 这一档昨天我敲进的 我有跟你们讲对不对 这个近期敲进的 敲进之后今天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大盘大逃杀 然后软软落落的 这个股票反而是逆势 我想不只是从昨天开始涨 今天还是继续涨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百元俱乐部载幅载程 那我前天有卖一半 就是这档的叫做伪创 那伪创在今天的尾盘 就是有比较大单把它卖下来 3500多张 所以这个地方尾盘就是 本来是红色的到尾盘压缩了 那这种股票我的做法是 当时急冲到一百零几块的时候 我发私价单卖了一半 那还有一半在这个地方 目前进可供退个手 还没有到达很糟糕的地步 所以我稍后都会用技术面跟你们解释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今天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台积电跟大家想象不一样 其实今天台积电不是凶手 今天大盘走跌了185点 它不是凶手 它反而是逆次上涨一块钱 而台积电在尾盘的时候 这边还有去买4451张 当然今天面临的棋子结算 对不对 大家会说今天就是从早杀到晚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这个大盘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个大盘今天它是开低盘 开低然后走低 开低走低后来大家发现 这个量3829亿 我先跳回昨天 昨天我说这个大盘的形态叫做 跳空下破 因为在这边横盘横盘横盘 刚好昨天是开低 然后留了一个空方缺口 开低留一个空方缺口 直接碰 进一个实体的一个黑K 好这边拉近 我想让各位看这个形态 本来是在这边选举之前大家观望 所以很多的星星上影线 什么一堆的 但是昨天呢 它的连续星线呢 最好然后就变成 转换成一个洞 然后棒下来 昨天叫做跳空起跌追杀盘 因此呢 给大盘三日之内最好上补 昨天的空方缺口 但是今天第一天呢 过了第一天 今天还是没补 出现第二根的大阴线 那么昨天跟各位说 关键价这个17430 根本今天就没什么意义 今天直接就下来 对不对1743 最高都没有17430 所以呢今天直接就下来 那我昨天讲到过 我说今天开高跟开低 那今天是开低 我们就来看这一点 开低呢 如果收红须增量 当然今天没有 那今天收黑对不对 要量缩 问题是我直接翻第二张 给它比对 这大盘很不乖喔 它反而是增量 一路杀到收盘 这个量很多对不对 昨天在这边今天更多 那今天这个规格拉上来 有没有发现第二根的大阴线 通常有重大事故的时候 才会连续两根大阴线 那此次有什么重大事故呢 我也说不出来 顶多就是外资害怕 那这个是政治的评论一大堆 那这我就不去讲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跳空的下来 两根黑K 两根黑K呢 它又伴随的都是大量的 而且呢这个K线都属于大阴线 而且它是崩过型的 所以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 这种形态呢 它变成是直接掉下来 对不对 直接掉下来 那直接掉下来 各位去注意喔 今天这个量非常的大 对不对 很大喔 这个3800 这很大喔 这是从早杀到晚 不是中间才是 不是喔 就从早杀到晚 今天还好是台积电有比较回神 不然今天跌幅可能更重 主要两个因素啊 就是在台币啊 昨天扁今天又重扁 持续重扁连续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解读为 那个阿多仔 有提款的一个走势 这个地方 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呢 股市呢也是连续重跌 昨天跌今天跌 那么目前形态比较弱 也就是叫做下落跳双音 我昨天有提到过 昨天这个呢 属于跳空起跌的追杀盘 那么你跳空起跌的追杀盘 今天不容许又第二根 这个第二根是很难看 所以呢今天这个形态叫什么 下落跳双音 也就是本来是横盘 然后呢多空不明 但是它主要处在那个规格当中 昨天是第一天的一个起跌 起跌又有一个空洞 结果今天又第二根衔接 今天没有空洞 今天又衔接 衔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洞玄的两根 很大根的下落跳双音 下落跳双音 是一个非常弱势弱势的讯 那么要怎么样可以扭转呢 请看 目前这个属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所以呢 关键价明天先给各位17256 最起码你先站回去 几个重点提示 跳空连两支大音线 并且两天都带量下杀 今天第二根量非常的大 所以呢这叫非常弱势讯 那么明天 明天大盘听仔细的 不宜出现第三支黑 尤其像今天衔接再都一根 那么粗那么长那就不太好了 明天不宜出现第三支黑 否则亦形成前进三黑组 前进三黑组之前有上过 技术班都知道 前进三黑组是一种 是这样衔接下来 棒棒棒下来 那这种当它很 就是很明确的成立的时候呢 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空方讯 所以明天最好不要形成这个规格 那这边还可以扭转 如果明天那是很标准的 那这个地方可能整理要比较久 所以明天一样 明天在盘中 我会在那个Telegram上面 有必要的时候 或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 那我就通知你 就包括像今天我有跟你们讲说 你们要注意什么族群 明天也一样好不好 赶快把我这边扫描下去 OK 那形成这个规格就比较差了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空方讯 通常我们在说多头走势是怎么样 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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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跌 但是你急跌在这边呢 除除除除除 还涨可以 可是你不应该又这样急跌 这边的形态就变了 所以这边是属于比较弱势的讯 这边都算是比较强势都OK的 但是你这边在出现 最后最后一定这边要守住 这边是比较重要的 就大概万七附近 那请各位注意的 明日开高跟开低 明日开高需占上关键价17256 最起码17256先站上 否则必反杀 站上一切好说 这个是比较好 那么明天开低 平低跟跳空不是不一样的 明天如果开平低 很容易再追杀 类似今天这种K线再一次 明天开平低 平低如果跌破今天的低点 就容易再追杀 明天如果跳空或跳很空开 那这种反而能够守候 那所以呢我今天解这个盘 希望你们赶好把你们扫描下去 那明天我在盘中 我会把这个大盘的先在盘中 先跟各位讲一下 让你们知道这个大盘 是还要持续走弱 还是开始要反转 搜红 这个地方要注意 再看一遍 明天开低有两种 平低 平低你不要断肩的角 平低断肩很容易在追杀 那跳空跳空呢 跳空有跳很空 跳一点点空 那这种很容易搜红 那明天到底怎么样 我再跟各位说 好不好在盘中 刚好我的Tayrogan加入 那站上关键价开高 那这条路是最好 不然就形成这种的 好不好 ok 那要知道明天的这个规格 请把我的节目持续的追踪下去 当然 这个时候呢 我必须把台积电给讲了 因为这个台积电呢 今天呢真的很反常 阿多仔卖700多亿 但是呢有一只手在这边卖 这个今天台积电的尾盘 4451张 中场呢还涨1块钱 昨天呢也没有跌很多啦 5000多张对不对 尾盘坑下来 这边3块钱 那我所要告诉你的台积电呢 这个时候呢 不管你是害怕指数的 还是要知道方向的 我们从12月开始 从12号开始追踪 这一天他是收红K 对不对 那我说关键是589 那到15号呢 就是回来第一天呢 有穿越但是反打 所以我说呢 这一根叫做没站稳 要加油收中黑 结果呢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他变成收大黑 那大黑这属于弱势讯嘛 因为你上影线太长了 这属于弱势讯 结果今天发生这个事啊 还是黑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价格是上涨 那但是这个地方 我还是必须给你讲 他属于弱势讯 因为呢要看他的形态 这个属于弱势讯 因为他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然后再把它反打 那目前台积电呢 就以这两个规格 他到底是要赶快突破590 还是会带量跌破574 那么目前台积电还没有很失真 他还是在这边做区间横盘 只要台积电还在这个规格当中 大盘就不会很难看 那如果台积电一下往下破的时候呢 那就会比较丑一点 那说实在今天也不是台积电带动 因为今天这个其他的股票怕得要命 怕什么股票呢 这个时候让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今天呢整体来讲啊 只有100多家上涨了 其他都是下跌 一大堆下跌的 所以呢大家都很害怕 那这个地方20大排行榜 总共跌了61点 不管是什么金融啊 船产啊塑化啊 什么航运啊 都伊塔拉股全面跌 包括电子有的也在跌到咪咪咪咪 所以这些所带动的 所以加总起来呢是大跌的 这些跌再加上这些蚂蚁熊兵继续跌 所以跌得非常的难看 所以明天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股票 那下一集我会跟各位说 包括你们所关心的高价股 这档要怎么看待 那这个到底明天还可以买吗 会不会成为英雄 那很多人在问我 老师这个到底是哪一档 那我们等会都来追踪好不好 那现在先进完高 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制服转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这两天大家处于 比较恐慌的一个气氛 其实平常心就好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这样子前面 然后延续到现在 我想之前大家都基于 后患赶快选举 选完我们就可以回录到正常 现在又有一个新议题 那这我不管 我只针对股市里面 我们该如何去看待 那这些资金这些筹码 该如何安排 到底有没有主流诞生 到底有没有英雄可以继位 这个时候大家去想一下 今天如果说以整体来看 这个反而比较强 它并没有像跌了 如果照高价股来讲 这个应该是跌得很凶 半支以上 但是没有 所以你去想阿多仔提款 这个时候有资金的多注意一下 因为这种股票 它会成为台股的领头牛 或是领头羊都可以 那这种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台积电转投资的IC设计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 我昨天已经买回 那你会回到我说 老师你去买今天没有便宜 对 那我也跟各位说 我买股票在相对区域 时间到了 你就是要做卡位 因为这个股票 我昨天跟各位说 它跌了三支 对不对 我本来是这边这一段 第五段做的比较辛苦 但是第五段 这边全升而退 在这边高点全部卖掉 卖掉之后呢 再跌 再跌 跌到昨天呢 我把它买回 昨天原本呢 是挂一个关键价 那因为没有来 所以我把它直接改市价 那关键价放到今天 刚好是今天的低点 这很神奇啊 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昨天已经买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请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边两根红呢 它是大量拱上去的 这三根的量呢 不管是大支小支 它的量差不多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的 主力在换筹码 都是从这个样子 那当然今天回到这个地方 这个价格是我昨天要买的 昨天没有来 今天才来 那今天才来呢 那现在四根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一根很大 对不对 因为量没有比较多 量也没有比较少 所以通常这个量呢 差不多处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这样排序的 那你要注意的 那是主力在换手 跟持货的方式 如果真的要到货 那不是这种走势 OK 点到为止 好所以 明天收红机会大 我在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这个呢 我们先来研判 明天收红机会大 所以呢大脚们 你有资金的 有这张股票 来预约好不好 预约关键买点 OK 尤其你有资金的 关键买点 那如果你有这张股票 我会不会卖 或是做什么动作 你也来预约 为什么 好我想讲到这个 四出币有因吗 不是我说它要大涨就大涨 这一天呢叫1月12号 我跟各位说 我把运钞车开出来 对不对 当时也是此波的高点 各位都知道 此波的高点在这 对不对 这天把它卖掉 然后呢 我等了两天 才把它买回来 那这段过程当中 这档股票呢 它从这个1600 涨到1800多 这个 那很多人当时呢 看到这种格局都不买 不买 结果后来赚不到 那我当时说 像这种 没有很丑 每个人都说这种很丑 那我说很丑 你要去看它的筹码跟形态 那我当时1月4号跟各位说 随时注意这张股票会反转 结果后来就反转 所以呢 大家看到黑啊 你都不喜欢 但是每次你都错失的机会 所以我当时也亲密买预约 有预约的就跟上 对不对 后来 有没有真的赏上去 我让各位看 历时会重演的 那这个筹码就是这样 演变来 如果各位要看黑看红 那每天的单一K线 你自己看就好 但是本间K线最重要 是形态组合 形态组合包括筹码 还有包括主力的形态 还有市场上的变动 这样了解吗 我把你吸收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这边各位发现 我讲的都有道理 然后就转上去 对不对 转上去呢到这边 我把它卖掉 那卖掉的时候呢 我说暂时大功告成 来预约本周的买点 那你看喔 从这边赔到这边250块 那很多人就像 高价股呢 它的润举比较大 那你做对当然是很棒 做错当然是赔很多 因为它润举比较大 所以我说很重要 不要自己乱做 省一只鸡的钱失去 一头牛的利润 就是这样 一直到15号 我这边卖掉嘛 这边不是蹦一根 昨天再蹦一根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啊 买股票买到对 卖股票卖对的地方 你就不会去 之前没货去追到1800多 那我是卖掉 你才去追 那现在回跌下来 你可能是被套住 所以同样时间点 每一档股票 大家心情是不一样 因为看你买在哪里 卖在哪里 我昨天已经讲过 今天不再讲了 所以我说看你的高度 角度深度在哪里 OK 好 那这张股票有兴趣的 来预约好不好 OK 那还有啊 你要预约那个违影的 应该来预约 要预约艾普的资源 通过来预约 我想这些股票今天有变动 我也不想去讲 反正我已经把这些股票 赚到身上了 好不好 我随时stand by 当然这张股票 我要讲一下 这张股票呢 它是伟加的其中一档 它本来量比较少 但是近期在动了 这张股票呢 各位发现 诶 有耶 涨一块 今天大家大跌 它反而不跌 昨天呢 大跌它也不跌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阻力呢 很奇怪 大家很害怕呢 它就深冬即西 所以呢 你们都是专注那个 一直人家在报的 一起去注意 这个没人注意呢 我余翁得利 昨天不是收了 昨天大跌逆势上涨 今天在大跌逆势上涨 所以这叫一个分析师的价值 因为你们只要听news都有的 那news就有了 但是这种股票你们遗漏了 反而现在一看 哇真的比大盘强 对不对 比大盘强 比大盘强 那1月16号 我就跟你讲 这种形态 本来没量 凹动 滚量突出 这边再压回 第一根滚量 这边就要进去 对不对 那进可攻退个手 我们防守点手 下面就好了 对不对 连两日红K有大脚吃货的迹象 都讲得很清楚迹象 就今天怎样 价格上涨 但是K线包在这边 小黑黑 那小黑它是量缩嘛 所以你们要看筹码是要这样看 知道吗 它是这样上去的 所以呢我直接跟各位说 明天请注意138 用什么方式越过 一旦它是滚量越过138 用手红的话 那么有一个等幅距离可以测量 到时候出来 我再跟你们讲 如果没有出来 就不用讲好不好 OK就这样子 那这种股票也可以来预约 这时候呢 我们来讲这个股票 这个今天天气好一点 没有像昨天突然比较冷 今天比较热一点 这个股票今天涨3.5元 增量2.6倍 你看今天大跌 我是不是昨天特别花时间 今天讲双红齐红 所以你们要去想 一个分析师的价值在哪边 不是今天大涨搬出来讲 那你也买到没用 昨天发生什么事 我说增量 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那今天大跌 昨天大跌 那这股票反正在涨 所以你们要有悄悄板原理 那我根本讲要卖掉了 你就收现金就好了 有没有 这当然温和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有没有 这反正是最安稳的 有没有发现 11号 12号 15号 16号 哪一天没涨 对 涨不停 那当时这边你们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告诉你盘到无量 每个人看到这就讨厌他 我说形态学是什么 盘到无量 好不好 又盘叠无量 好注意的 我说这根线要反转了 就后来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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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上去了 真的上去了 那上去之后呢 又上去了 对对对 没过来预约 15号 又上去了架涨 K黑 我讲得很清楚 16号反托走涨 补量易爆喷 我讲过补量易爆喷 今天呢来拉近来 有没有喷上去 有对不对 来来来 拉下来有没有补量 我跟你讲这事实 你就听谁都没有用 我现在不看这边了 我要看360 用什么方式喷过 今天真的滚亮了 我昨天已经讲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用筹码 用主力心态 用整个形态学给你解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OK 这张股票呢 他的兄弟当然叫齐鸿 今天涨五毛 本来早上暴冲涨五毛 这张股票啊 没货的 赶快来问我 这个也是啊 逆势 昨天涨九块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都在滚亮 逆势的 大家注意了 10号晴天宜住 11号喷出三红 结果呢12号再喷 很厉害对不对 四红哦 15号 这边一根黑 16号反托走涨 对不对 大脚都在里面 圈起来哦 那今天呢 哦还在这 那我现在跟你各位说 这里三五八 价涨K黑 今天是价格上涨K黑 如果用增量的方式 它会站上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突破 用增量 这个地方就会看得到 所以呢一步一步来 这股票该怎么样霸占 该怎么经营 你就跟着我来 那剩下没有时间 那这个 我今天让各位比对一下 大家就看一下 这个大家看一下 来秀一下哦 让各位看 诶 诶 好那我跟你讲 亮缩收黑莓或快补 要预约关键买点 赶快来预约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呢 请你赶快call me 那这个方案呢 请你也可以带到身上 利用这时候呢 赶快找到我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本投资公司 本投资公司 我这包姐 我这包姐 我这包姐